HELLO 大家好 如果你有留意我Instagram 都知道我最近跟油油和水水去明古幾天 這幾天我們去了很多地方 有水族館、花園、OLED、和服體驗 也有遊樂場 很多行程都是玩的 不是很多行街 但我們也有把握到晚上的小小時間 在地下街逛逛 今次買到的衣服不是很多 主要我都是買一些小物 垃圾食物 我們馬上開始分享 我今次買了什麼 今次的小物我由我最喜歡的東西說起 這是我最後才買的 差不多是臨走上機前幾個小時買的 今次是一個木的鐘 上面會有白色的數字 還有中間會有一些像花的花紋 白色花的花紋 這個小鐘不是很大的 這個鐘大概是3,600日圓 因為我看到我是兩眼發光 定了在看著這個鐘很久 通常定了在看一件東西很久 我九成應該都會買它 因為我多數都是在想買了它 放在旁邊實不實用 值不值得 一想完覺得沒問題 我就會買 我買了很快的東西 不會想很久 而且我喜歡它 沒有秒針 它就不會有啪啪啪的聲音 而且這個鐘是非常靜的 然後在同一間店裡 都是叮一聲地看到我一些很喜歡的東西 就是這個杯 它就寫著Good Job 有一個剪刀 這個杯裡面就是湖水綠色 它同系列就好像還有五隻 大部分都是這些粉粉嫩嫩的顏色 有些好像Pantone Color的顏色 所以就很吸引我去看它 另外也會有Good Morning 有不同的Message 我就買了這個杯 好像是大概1,600日圓左右 它的杯不是很大 不過很可愛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杯 然後另一件我非常喜歡的東西 就是之前我不是在Instagram說過 我不太懂得穿那些小物 經常都覺得它穿了兩下就會縮下去 就是因為之前我買的那些小物 那個後面是沒有膠的 然後就進化到有大家 你們告訴我 原來是那些小物 應該後面有膠 那我就淘寶了一些小物 但是淘寶那些的質素 不是很好 可能穿幾次 它都會 因為橡筋鬆了都會摺進去 這樣就穿得很不舒服 而且就很容易穿 它的質地就有些像絲襪那些質地 很薄很滑的 它後面那個COOL 就是這條膠是比較大塊的 所以COOL得非常之實 也都不會說實到我痛 所以這個小物我非常喜歡 而且它有很多顏色 它也是這些很流行的粉嫩顏色 我就買了一對灰色 以及一對粉紅色 我們就三個人分享 它好像是1000日圓 有三對 質素是很不錯 因為我穿了船日 它都不會脫爪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 剛才賣物仔的店裡 它是賣鞋 我們各人都買到一對鞋 我就買了這一對 其實我也有很多這些 船套 船頭鞋 但是這一對 它這個墊實在是很軟 穿上腳是非常舒服 跟淘寶那些真的有一段距離 而且我沒有這些白藍色 在一起的鞋 雖然它也是Main in China 但是它的質地也是很不錯的 摸上手各樣東西 我覺得都很好 試上腳其實是極度很鹹的 而且它這個軟墊是超級軟 不知道你們在鏡頭看不看到我按到有多深 其實這個軟墊是很軟 另外還有一對是全白色 全白色其實我有類近的 之前也介紹過 所以我買了一對藍白色的 襯夏天衣服應該挺好 而且我有很多藍色衣服 所以這雙鞋真的很漂亮 而且很硬 很硬才是重點 這雙鞋應該不會刮腳 也是很舒服 它大概是六千多日圓左右 我覺得都可以的 但是深信其實這些同款在淘寶都會找到 但是它的質地有沒有那麼高呢 這個我就不知道 然後我就買了一堆Coin 其實本來我是想拍一個Coin的collection 但是因為我經常拖拖拖 越拖越遲 但是其實我是有超級多不同款的Coin 遲一點有機會我就會拍一個完整的collection 會有戴上眼的圖和Coin樣子的相片給你們看 這次我就買了這個好索口面 因為之前已經介紹過了 之前帶過那雙粉紅色的Coin 很多人問的 這個也是卷川十花的那條Line 其實它有四款不同顏色的Coin 我也買過藍色粉紅色 今次就跟水水分享了一盒 有三十隻的綠色Coin 這隻Coin其實我現在都戴著的 其實你以為它好像很誇張 它其實真的自然到不得了 它是自然到你戴上眼不會看到綠色 真的要好近好近才看到綠色 但是這隻Coin是會有些blink的效果 看下去會覺得你好像水汪汪眼仔 另外這個Coin我就是因為packing所以買的 因為我覺得packing是很… 我喜歡一些很線條很簡約的東西 所以就買了這一隻 其實外邊就有少少灰 中間就是啡色的 它有少少是那些外國人風的Coin 但是我戴過之後 我就覺得它這個Coin對我來說 好像那個圈子淺色了少少 那就一定要化得比較濃妝 才會覺得好像有存在感 不然眼神就好像很空靈 這個也不是重點 但重點就是這個Coin對我來說 有一點點乾的 可能我下午戴到傍晚5、6點 其實我真的覺得挺乾的 受不了想脫的感覺 是很強烈的 這個牌子我就覺得一般般 這個我還未開的 它是普通自然的Coin 最初我看到它那張貼紙寫著13.2 好像不是很闊 我又不想戴到好像很大 我想買一些很自然的款式 誰不知買完之後 回到來看 原來它是14.0的 不要緊 都是自然Coin 即是跟我現在戴的 是一樣那麼肥 它很便宜 這個是1200日圓 它會有5對 這個我還未開 遲些Coin collection再說 因為即買完就即戴了 買了兩盒 這個牌子的Coin 這個牌子的Coin 就是1600日圓 有一盒 它也是5對 我買了一隻 會是比較自然 但也會有少少花款的咖啡色 它的外框就會是一些深咖啡色 然後慢慢漸變進去淡咖啡 這個Coin我戴了 我覺得是很舒服很自然 而且我戴到全日的 所以戴完這個之後 我就回到買了這一盒 另一隻顏色 這個我就是跟阿油買的 因為阿油戴完就好像很外國風 很漂亮 那我就買了這個 它是有少少灰色邊 然後中間是少少綠色的漸變 回去咖啡色 然後我就買了一條相機帶 如果我要戴相機出外的話 不戴相機帶 又很麻煩 我一定要扔在袋子 不拿著的時候 所以我就買了一條比較可愛的相機帶 這個就是一些甲仔 感覺的相機帶 挺漂亮的 好像是3000多日圓左右 最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 是流行海洋風 所以它有很多海洋風的一些頭色 我買了這個 它是一個三角形 上面會有背殼和海星 而它的粉紅色 就是Pantone Color的粉紅 其實它的背殼都是Pantone 因為它是有粉紅和粉藍一起的 這個夾仔是很漂亮的 我又戴過出去拍照 但是這個夾 因為它是金屬的夾 其實它是有點重的 所以你夾的時候 就要很大 戴著頭髮一起夾 而且夾得很緊 它才不會滑下來 否則它會有少少墮 這個好像是1000多日圓左右 這個髮夾 其實少有地買了一個很Lady的髮夾 這個髮夾就是有少少灰色 有少少雪房 再加絲帶 還有少少閃石的一個夾 是一個很女性的夾 其實這個夾仔 挺漂亮的 可以這樣夾在旁邊 又或者我把頭髮夾在後面 又可以 是一個很方便容易用的髮夾 這個好像貴一點 但我忘記了 大概是1000多2000日圓左右 但它的質素是很漂亮的 還有因為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開 香港的那間 Acessory Mall 因為阿游告訴我 他們很多入貨都是在日本 有些甚至是同款 所以在日本買便宜 比在香港買一些價錢便宜 最後我買了一包護膚品 化妝品 我這次都沒有怎樣買 唯獨是買了這個 它這個整盒是8000日圓 裡面會有一個美容液 一個防曬的Base 以及一個洗面膏 為何會買呢 而這個品牌我又不認識 因為話說我們去了明古屋在和服 和服那間店的老闆娘 她超級好人 她對和服有一種執著 亦要打扮到我們很漂亮才讓我們出去 和服很新正很漂亮 每一條腰帶的綁法都會有些不同 也不會掛過每個流水式 全部都一樣 這樣便推了你出去 那間我覺得是非常有心做的 老闆娘其實是很厲害的 他們公司的業務有很多 有做水 有做溫泉旅店 也有做護膚品 護膚品全部都是他們自家去研發 他們自己去研究 以及全天然的性分 我沒有試過它是否真的很好用 但我覺得要支持一下 因為她是很有心機做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套裝 回來打算試一下好不好用 遲些好用的話 我會再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遲些我們都會展開一條明古屋的Vlog 以及會有交換日記的穿達 到時候再見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如果你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 拜拜